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令人怦然心动 扎记景区位于安徽省京县 黄山、九华山、太平湖腹地 山水环保、古建成群 是国家4A级景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晚南最大的古村落 创建面积3.2平方公里 天人合一的人居环境 粉墙带瓦的建筑艺术 悠然自得的乡土田园 耕读传家的历史文脉 赋予这片古老的村落 迷人的旅游魅力 十里扎村九里烟 小桥流水信花轩 地处灰文化和晚江文化过度带上的扎记 拥有奇特的村落风水格局 二楼系珠三溪汇流 塔三座正文韵财气 门四重成拱卫之事 鲜明依山造屋 傍水结村 溪水始发自然 川村而流 石渠绕户而过 小桥将铭居相连 营造出人与自然 和谐相融的村舍景观 景区内完整保存着 原 明 清 单体古建筑 一百三十三处 其种类之泉 一记之风 时间跨度之久 为国内罕见 成为当之无愧的 古建筑博物馆 宝宫池 与徽州祠堂不同 它的后景建有请楼 请楼两侧建有阁楼 代表着文曲心和舞曲心 其听郎住处 体量巨大 石雕精美 内容或为成语故事 或为二十四校图 富含人生哲理 德宫厅屋 在晚南乃至安徽 都少有的元代建筑 四柱三层排放式门楼 五朵斗拱屋面 古朴典雅 雄浑大方 背面 以漏雕手法 雕出鲤鱼月龙门 等吉祥图案 成为封建礼制的 象征性建筑 祥义堂 典型的明代明居 把客厅设置在楼上 可谓独树一致 宽阔的走马楼 彰显了主人的生活情趣 红楼桥 扎记村脉所席 宛如一连幽梦 萦绕于游人心中 扎记的古剑三雕 摒弃满雕的富贵之气 只求淡雅的文化意境 栩栩如生的人目鸟兽 典雅精致的山水花卉 风格各异的书法文字 无不透出古人的生活情趣 和信仰追求 金线花砖 当地特有的建筑装饰材料 黑白相间 水墨韵味 黄年土与高陵土的巧妙配比 产生了静点中和效应 由此获得了千年不沾灰的美誉 扎记村已有近一千四百年历史 在中国扎姓村落中 时间最久 规模最大 这里诞生了王阳明理学 第二代传人扎多 他奉行的知行合一的理学传统 成为扎记发展的秩序源泉 著名电话学家扎权姓 向邓小平建议恢复高考的第一人 桃花流水 悠闲乡夜 如今的扎记已成为主客共享的旅游空间 半工半读的生活方式和远远流长的宗族文化 让游人仿佛回到梦中家园 起个大枣磨豆腐 即可就能享受一碗浓浓的豆浆 有心看一场连枪舞 诙谐幽默热烈欢快 古老的油房 弥漫着浓郁的油香 巨大的木渣扣向岁月的回升 原产于扎记的宣纸 被誉为纸中之王 是景区最为独特的文化印记 游客可以参与宣纸手工制作 亲身体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奇魅力 一场国学之旅 让孩子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进展中启航 认知世界完善自我 桂花黄 栗子香 油渣记定要尝尝当地美食 吃一桌酒席十二碗 月月安好 年年富足 来一碟远近闻名的香菜 香 辣 咸 脆 甜 五味皆全 在路边小店品尝佳酿米酒 小饮微醺 浪漫诗意 桂花板栗满口溜香 米糕酥糖回味悠长 扎记味道成为游人舌尖上的记忆 扎记景区生态环境优良 森林覆盖率达78% 生长着古树明目76棵 其中一棵500多年的古子金树 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百科人文古树之一 如今的扎记已成为最具影响力 最具香酬意味的写生村落 20个省市大专院校 把扎记作为主要的教学研究点和实习地 中国同济大学和法国下约高等研究中心 把扎记古村落作为联合设计首选点 这里是名头响亮的安徽美术家村 陈丹青 刘大为 范阳等众多国内外知名画家 艺术家 牧名而来 写生创作 王涛 罗朗 柳新生在这里建有工作室 逗留定居 反扑归真 近年来 扎记景区的临山秀水 村落田园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个女人的史诗 生活启示录 荒村客栈等20多部影视剧 在这里取景拍摄 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凤凰网 网易新闻等众多媒体 对景区进行专题报道 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景区先后获得 中国历史文化民村 中国景观村落 中国文化旅游示范基地 中国传统村落 全国森林文化小镇 2017年国内最受网民喜爱的 十大古村镇等荣誉称号 2016年 景区接待游客 72.15万人次 历经千年岁月的古老扎记 已然前代守护着寒乃蜀网 岁月变迁 在这里 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悠然扎记 欢迎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